改革有底线,赵紫阳报老邓,种下祸根。 邓小平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,这是他的心结。 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,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。 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,权威不够,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,掌控人事。 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? 毫不犹豫地指定了党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阁代接班人。 其用意很明显,就是防止将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。 邓小平的改革有底线,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, 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。 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,正改不动。 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书长杜导正日记在港台出版, 披露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认为, 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,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。 赵紫阳直言,邓小平的改革有底线, 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, 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。 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,正改不动。 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,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已是合法。 这是邓的局限性,为腐败设立了温床。 邓制定了刑不上代夫的规矩, 又家长式的指定两代接班人, 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, 权威不够,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, 掌控人事。 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? 邓种下了祸根,后人浇水施肥, 搞到现在树打根深,盘根错节, 后人想改也难。 下面揭露赵紫阳对邓小平的评价, 邓是革命家,改革派,是现实主义者, 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。 1957年,他主管抓右派,打击知识分子, 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,反自由化,坚持四项原则。 六四开枪镇压,不容忍对党不力的言行。 但是三年困难时期, 编著,实为因人祸而导致的大饥荒, 据荷兰历史专家冯克研究, 大饥荒时期导致4500万人死亡。 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, 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为, 推行三字一包,立刻见效。 文革中邓被打倒, 对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, 付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。 有骨气是为了人民, 为国家赶根领袖对着干。 文革结束时, 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, 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, 必须改革。 谁敢挑头干? 只有邓小平及权威、权力、 见识、魄力于一身, 担起了历史的责任。 还有谁行? 国锋、剑英、陈云、仙念都不行。 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他这位老爷子的。 我和耀邦都是拉大骑做虎皮, 没有老爷子的另见, 当时要改革是寸不难行。 当时高层中、 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。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, 没有合法的反对党, 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, 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。 邓的改革有底线, 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, 二是马克思、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。 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, 正改不动。 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, 用马克思、毛泽东旗帜已是合法。 这是邓的局限性, 为腐败设立了温床。 在他看来, 要帮和我都踩了底线, 而且要越过底线。 六四以后, 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, 增加收入, 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。 人们说, 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, 狡兔死, 走狗烹, 身边的人重盘亲历。 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, 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, 而且长扯改革后腿。 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。 军中老帅们, 老将军们都不满, 人民军队居然能对人民开枪。 剩下围着他转的人, 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, 他心里很明白。 如果当时他不管是了, 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, 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, 重提阶级斗争。 老爷子没办法, 只好亲自出马, 安排南下, 发表讲话, 严厉警告台上的人, 谁不改革谁下台。 江泽民是别人推荐, 小平同意的, 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吗? 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, 不能重新评价六四, 这是他的心结。 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, 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。 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。 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, 毫不犹豫地指定了党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隔代接班人。 其用意很明显, 就是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。 当然, 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, 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。 按着邓的标准, 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, 能左右逢源, 隔守前人定下的规矩。 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, 他这步棋不得不走, 说明他心里很清楚, 不糊涂。 邓制定了行不上大夫的规矩, 有家长式的指定两代接班人, 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, 权威不够, 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, 掌控人事。 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? 邓种下了祸根, 后人浇水施肥, 搞到现在树打根深, 盘根错节, 后人想改也难。